你去看行之刚 因为他帅所以想偷看 吴彦祖当男友 还是公泽李慧做女友 你怎么选 王祖贤说我都要 这部上映于2001年的《游园惊梦》 不仅有吴彦祖这个大帅哥做配角 还是王祖贤的吸引之作 讲述了两个不同身份地位的女人 在情与欲望中抉择的故事 得月楼里的古岁花 曾经是厌绝一时的歌迹 一时风头无两 在十八岁那年 却被荣福老爷看上 用三千大洋抬进了府里当五一泰 等先却变故人心 却到故人心一变 翠花生下了一个女儿 老爷也很快咽起了她 我记得她的时候 把她冷落在房里独守可归 记得她的时候 就换她换上一身圣装华服 去大堂里给客人唱小曲 她的地位 和老爷笼子里养白一幕没两样 都只是府里逗趣的小玩意儿 另外四方明媒正娶的 太太们也看不起她 大致侧神不懂了 谢谢你 三姐 干杯 翠花只能喝下一小杯酒 来麻痹自己 她无一时寂寞的 在偌大的荣府里 无人惦记她 联系她的 只有这位身着男装的奇艺女子 荣兰 她是荣府老爷的远方表妹 也小哄气 当时在得月楼里 除了荣府老爷 坐在隔壁看戏的荣兰 也被翠花的美丽所吸引 他们常常一起在府里 对唱牡丹亭 翠花唱女蛋 而荣兰也小声 两人一一压压的唱戏 翠花就能暂时 忘记现实的烦恼 而荣兰也联系于她的处境 荣兰出生在一个新派家庭 深受父母的影响 不愿做规格女子 只想摆脱奉建束缚 做一名有思想 有文化的独立女性 所以她在女校里当老师 什么都教 老师 我们学英文有什么用 学英文学好了 就可以替国家做大事啊 因为家道中落 荣兰不住在荣府 每一次来府里 只为了探望翠花 荣府老爷一晚上 就可以花去 两千大洋办寿宴 却从来不记得 翠花的生日 有时候 连翠花自己都忘了 荣兰却记得 她会带着翠花的女儿 会桌 一起给她准备惊喜 一入豪门深四海 尽管有荣兰相伴 她在这里还是压抑烦闷的 寂寞把她投入 身不见底的深渊 这时 一个男人走进了她的视线 她是府里的二管家 文文儒雅 每个月都会准时 来给她送家用 翠花对她见上好感 却只能把这份 朦胧的情愫 压抑在心底 直到这一晚 她又被其他乙太太 羞辱了一番 她喝醉了酒 醉醺醺醺的 来到了二管家的住处 客手里 接到二管家 什么都不做 只是在旁边 静静些日记 十二和她打一句话 过久后 有人来了 翠花就离开 他们只能维持着 以太和管家的身份来往 落酒后 翠花就迷上了大烟 没日萎靡不振地 躺在床上 早就想去 别起烟 可是烟雾的你 不是那么的美 叫我怎么全的下口呢 他们整日待在一处 到夜深时 容兰也要走了 翠花执意要给她寄鞋袋 她不舍得她走 容兰又何尝不是 她转头 想亲吻翠花 最后还是落荒而逃 他们在容府里 一起唱戏 一起跳舞 也暂时驱散了 翠花心中的阴霾 二管家却决定去当兵报国了 特来向翠花此行道别 她心里失落 也只能说一句 以前我从来没有留意过她 现在她有点难过呢 容府里每天便买家产 归货无度 老爷又请了一个戏班子 来府里唱林冲夜班 扮演林冲的小生年轻俊朗 容兰看翠花喜欢 特意让仆人给小生打赏 戏后来房里一聚 戏唱得不错哦 入行多久了 今年几岁了 十八多些了 十八岁那一年 我就嫁到容府来了 之前我在德岳楼唱 德岳楼里的古翠花 一亮相 一个客人 五个大样 容兰和翠花还带她玩牌 赌注是梳了脱衣服 男孩最后梳的 只剩下一件贴身挂子 容兰见状元士就走了 你们慢慢玩 我先走了 此时她多遗憾自己不是男儿身 虽然她常穿男装 可她始终不是男人 可是一段时间后 翠花却第一次出府来找容兰 她只是说了一句 在容府待不下去了 容兰就主动牵起了她的手 那你就跟我住吧 容兰把她带回了自己的家 在这里的日子 没有容府的奢华安逸 翠花却主动为容兰和女儿 洗手做梗汤 容兰也卖掉了家里存的名画 来养一家三口 但她从不后悔收留翠花 就在这时 学校里却来了一位教育部派来的英俊考察员 龙老师 我是行之钢 将来都打扰 她俊得连班上的姑娘都被吵架 陈爱芳 你为什么打零进营 她说我常常到后院去偷看行之钢 你去看行之钢 不我没去 因为她帅所以想偷看 容兰突小不得 把学生们赶走后 她也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这个男人 另一种情愫 也在她心中悄然生根了 行之钢给她送了水果 她去环礼 却刚好找见她的洗澡 纳入雕塑般古典见美的身材 让容兰看得陆如仪 直到行之钢洗完了澡 她才恍然回过神来要走 却被行之钢抓了个主要 我刚回来 说真的 我又怎么能忘记她呢 他们放纵了一夜 行之钢的出现 彻底点燃了容兰心中的欲念之火 在人生的前三十年 她想做进步女性 不愿意把自己交给一个男人 行之钢却改变了这一切 她甚至还告诉行之钢 她曾经爱过翠花 我沉迷在翠花周围的味道里 她的香水味 她歌声里的无奈味 我感觉当时很颓废的 但是跟你在一起 很奇怪 你把我所有的罪恶根 都洗干净了 时间就这样 游游流走 冬天来了 翠花可血了 容兰却沉迷在与行之钢的热恋中 完全没留意到这件事 她爱行之钢 甚至愿意为她收拾内物 因为她会嫉妒帮行之钢 清洁房间的妆嫂 而这一切翠花都不知情 她突然收到了二管家的来信 二管家战亡了 在临死前嘱咐其他人 把她的日记叫翠花 看到这本日记 翠花才终于明白 原来二管家也爱过她 烦闷的翠花带着女儿主人散心 意外撞见了容兰与行之钢的亲密场面 这位是行之钢先生 是南京派来 特别做学术调查研究 这位是我少 还有我最钟爱的侄女 惠儿 场面一度尴尬 容兰让行之钢先走 翠花也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 让她把女儿带回去 自己却忍不住哭了 那么无助 秦先生 她好吗 有空的时候 带她到家里来 一起吃饭 郁郁寡欢的翠花又抽起了大烟 而容兰也必须在翠花和行之钢之间 做出抉择 最后她还是让行之钢走了 她终于走了 终于带走了我心底 最后的那份暧昧 她知道 自己对行之钢与翠花的爱是不一样的 但是她想遵守自己对翠花 投奔她时许下的诺言 翠花也烧掉了二管家的日记 只是她的身体也没碰于下 但容兰会陪着她一起走下去 那是她对她的承诺 还记得那年 在容府慧珠跟我一起 帮你庆祝生日 那天可不是我们最快乐的一天吗 在容府慧珠 你 一 大 我 天